上次幫你們講了一些基本文法之後 我們現在來到課本31頁 這個是第三單元 這一題我們之前有一起做過 我們可以趁上過一點基礎文法複習之後 我們再看一次 然後來看說 第一題 這一封信有若干的文法錯誤 單字文法錯誤 之前有抓過錯誤在哪裡 那現在我們可以再看一遍看說 為什麼錯 然後改完之後 為什麼改完的版本是對的 當時的答案你們有寫下來嗎 如果沒有寫下來的話 更好可以從頭再做一遍 來看一下 那什麼意思 在身邊 看一下 在身邊 在身邊 有很多 在身邊 就是 有很多 在身邊 有很多 在身邊 在身邊 都在身邊 有很多 有很多 他整篇email也有19個錯誤 所以如果你之前答案沒有寫下來的話 你可以現在試試看去抓錯 之前有把答案寫下來的話 試著去想為什麼原本是錯的 然後改完之後是對的 我給你們10分鐘 10分鐘 你會選擇 好的 你會選擇 與你應該選擇 就要回答 然後 Breath 你會選擇 你會選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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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有没有问题? 主持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应该是未来嘛,对不对? 但是它这边写I will graduated 把未来跟过去混在一起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单纯原型——graduate 另外一个错误,稍微细一点,它的介细词不对? 城市的介细词应该是in,有些介细词比较抽象,有些比较具体,on是相当具体的,就是一定是在某一天或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上面 那城市有可能是in,有可能是at,要看你是在什么脉络之下在讲的 通常at的概念就是一个点,它没有空间概念 那如果你去说这一座大学,明川大学位于台北市,所以它是有空间概念的 这个时候城市的介细词是用in,in台北 下一行 Myself hope I have a chance to working with you 这一句有两个错误 第一个就是主词不对 这应该是爱就可以了,没有那么复杂 反生代名词通常是有两个用法 意义就是你要,就是通常是我嘛 就是我这个,或是反生代名词在同一句出现第二次的时候 为了避免混淆 可能跟其他,就这一句可能有其他代名词出现 为了避免混淆,你是特别针对那一个代名词 你就会加一个self,反生的 跟主词是同样的代名词再次出现 第二种用法是强调 所以譬如说,如果这一句是 I myself hope that 什么什么 那就是在强调我本人 那这边都没有这两个状况 所以这个单纯用爱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 Have a chance to work with you 这个是 to 这个介绍词是唯一 后面会加动词的介绍词 所谓to介绍词包含to的变化 比如说into,onto也都是 只要有to的介绍词,后面常常加动词 英文其他所有介绍词后面都是接名词 所以这边 chance to work 后面是接人形 它这个是不定词用法 to work with you 那你真的要挑的话 其实这边应该放一个that 我们上次有提到 如果你是拿一整句完整句子 当作主词或售词 也就是一整句当作一个名词在使用 那你前面应该放一个that来表示 所以 I 主词 have 动词 a chance 售词 然后剩下补充的东西 所以这一句是完整的 这一句是完整的一句话 它当作hope的售词 所以中间应该放一个that 表示说接下来这个名词子句 完整的一句话 当作一个售词 我们这个点很小啦 通常口语 常常会把这个在省略 所以 刚刚我讲说有20个错误 不含这个错误 下一句 I heard that HGA company has a great training programming 这里面有一个错误 就是这个 它应该是用program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常见的名词 通常就不用用动名词 动名词通常是 要么它这个字本身没有一个常见的名词 要么就是你特别强调 它是一个行为或是动作 那这边 它不是一个行为或动作 它是一个计划或是系列活动 所以program就可以了 一个M 事实上 实际上programming 其实是有这一个单字的 是另外一个意思 programming是 譬如说一个电视台或是广播台的节目列表 它所安排要播放的那些节目 加起来叫做programming 那这个就是一个没有常见名词的例子 因为to program当动词 在广播界意思就是安排节目 那如果你单纯用program当广播名词的话 它就是指一项节目 所以你要怎么讲节目安排呢 就没有一个很好的名词 所以呢 英文就借用它的动名词形式programming 但这些通通都跟这边无关 training program就是一个训练的课程 系列课程 所以用program 单纯名词就可以了 再来 So I need to get some information about apply for work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有看到吗 第一个 第一个资讯通常不可数 information不加s 第二个是刚刚讲到介细词后面都是接名词 但是apply是动词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改 很好可以把这个动词变成动名词 因为动名词就是动词当名词用 所以加ing它就变成名词了 about applying for work 还有一个问题 work也不可数 所以for work 不是for a work 工作你要数的话 你可以用job for a job 这样可以 但是work本身是工作的抽象概念 所以它是不可数的 好 接下来 第一点 Do I need to take TOEFL or any other tests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细的小错误 托福 通常我们讲的时候 我想看 没有没有 这没问题 不好意思 所以这句可以 那下一句 Furthermore Should I get scores higher 我想这应该是直接成中文来吧 我需要得到分数更高吗 这样中文也不对 更高的分数 中文也比较准 不大确定为什么写成这样 但通常英文形容词 会放在名词前面 所以 Should I get higher scores 另一方面 通常 考托福或 这个 有啦 他说 或是其他测验复数 所以分数用复数也可以啦 但如果他单纯只是问托福 一种测验的话 那 分数用单数比较合理 所以 Should I get higher scores 因为有少数形容词一定要放在名词后面 但是大部分都是放在前面 第二点 Is there dormitory in the company or will I have to live at home 这边有两个错误 没有发现吗 第一个错误 Dormitory怎么拼 Dorm 这个是大家都会的 因为要简称 但是下一个母音是I不是A MITORY 这个特别困难 因为 就是 它是不强调的母音 英文单身 只要母音不强调 基本上全部都是发呃的音 所以不管它是用A拼 还是用I拼 就是 最后发出来就是呃 Dormitory 但你就要记得它是一个I 另外一个问题是 宿舍可以数吗 宿舍可以数哦 所以 Is there a dormitory in the company 要数 要加一个A 在这边 Dormitory这个单字 有一些模糊空间 它到底指的是一间房间 还是指一栋宿舍 要看前后文 两个都可以 那它这边的脉络 既然它只讲一个宿舍 所以它应该指的是整栋宿舍 第三点 How many is the salary per month? 这个问题有看出来吗? 对问题出在many 线索就在这里 many应该是问很多东西 可是它后面动词却是 is单数 所以要码就是动词变负数 要码就是many要变成 就是要码就是后面东西 其实必须是单数 所以many要换成much 就是不可数的多的概念 那答案其实是后者 那答案其实是后者 salary 不可数 薪水 就是一份薪水可以数 但是它这边问的是薪水多少钱 这个就不能数 所以many应该改成much how much how much 再来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nyone information you can provide 这边有个问题是什么 anyone是人 那个one是指person 人 但这边问的不是人 它是说任何资讯 所以这边把one删掉 应该改成any 任何资讯 best regards Chris Y.H. Fung 好 所以这篇 有哪边还是不太了解想要提问的吗 好 我们等一下会回来做下半 但是我想先去第79页 第6单元 第B大题 因为这边也有一个抓错题 所以我们再来一遍 我看一下这边有几种 有几个错误 有几个错误 感谢观看 23个 对,里面有23个错误 其中有一个错误 其实它同样的资讯出现两次 然后一次是对的,一次是错的 所以有一个错误是可以用比较出来的 然后里面也有两三个错误 是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一次的 所以真正新的错误其实差不多才19、20个 差不多一样的量 给你们10分钟看你们能够抓到几个 谢谢 请不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自 empty 赞 订阅 转发自 separating 因为还不是万岁合影 大约大hos大西亚 对 不做出带力 cuLAUN 在 tekst的峰前 想екс 更过 Find 麻烦 这ur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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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那我们来看 这篇很明显是中式英文 但你们现在要写英文文章 如果能用电脑的话 我知道有些人会选择 就是请Google翻译帮忙 但是电脑也不能全信 因为它吐出来的也不一定都正确 所以呢 在有AI协助英文协作的时代 抓错能力特别重要 好 我们来看这篇 第一行 Sir Mr. Jameson 有问题吗 信件开头可以这样开吗 我们通常会写Dear Mr. Jameson 是比较能接受的开头 它这样其实混了两种不同的开头 你可以用Sir 这个通常就是蛮生硬的 可能就是比如说你要读者投稿去报章杂志 读者投信 会用这样的开头 或是它也许可以用Mr. Jameson 单纯呼人家名字开头 但这个就有一点点太 太清净了 没有一个开头语 所以比较标准就是Dear Mr. Jameson 下一个 My name is Kevin Fong And I am the design apartment director in the Taipei office 这句有问题吗 有 问题是什么 它不是apartment 这边写的它是department 或是下面它其实写对了 department apartment是公寓 department是部门 这两个字跟都很像的 因为那个 它两个意思都是分成若干部分的东西 apartment就是整栋 然后一间一间的分给就是住户 department就是整间公司 一个一个部门就是分开处理 但是这边要的是公司部门 所以是department 好 in可以的 at也可以 这两个解析识都可以接受 下一个 I'm sorry to troubling you about a problem 这句有问题吗 这句有两个问题哦 I'm sorry to troubling you about a problem 滑鼠很不配合 等一下 好了 所以这句主要动词是什么 sorry可以当动词吗 sorry是形容词哦 感到抱歉 所以 好像没有一个主要动词哦 所以要自己加进去 I am sorry 要用B动词 to开头这些词后面东西都是补充的 真正句子就是I am sorry 我很抱歉 好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有遇到过 to后面 这种情况应该是加动词 人形 to trouble you 麻烦你 或是打扰你 about a problem 文法上可以 但是不是很道地的英文 就是如果你要麻烦人家 通常就是因为有一个问题要请教 所以about a problem 有点融词罪字 就是不写也可以 好下一句 please excuse for me 这句有问题吗 英文说不好意思会怎么说 excuse me就可以了吗 所以不用那个for please excuse me就可以了 甚至你如果加for的话 文译有点改变 因为excuse 当然动词就是体谅原谅 不要在意 但是当名词excuse 那个s是一发硬的音 你有听起来吗 动词excuse 名词excuse 当名词的时候是借口 所以 容易让读者以为你要讲的是 please make an excuse for me 请为我开借口 那这个文译就恰恰的是 它要表达的相反嘛 它的意思是说请提亮我 而不是说要给我一个借口 所以不用那个for 好下一个 You know Tom 这句很口语啦 但是正式演的话应该是要加一个do Do you know Tom 下一个 He is the new employee in our department 这句有问题吗 没有这句没有问题 我也要问一下你们才会觉得真的在动脑 好 下一个 Myself believe he's designing is very good 这句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应该很明显的 我们是刚刚有遇到过 那个主词不应该是用myself 应该是爱就可以了 这边既没有在受词位置指涉同一个主词 也没有强调我本人 即便有强调我本人 他也是要写I myself 两个都要出现 所以这边最直接的改法就是把myself改成爱 简单主词就可以了 第二个问题 应该说还有两个问题 你们有看出来其中一个吗 他要讲的是人家的设计很好 所以这个不应该是his吗 这应该是his h i s 这个就是很中式发音导致写错字 第三个问题是design可以数 首先design本身就是名词的 他不用用动名词 那再来design可以数 所以我相信Tom这个人 他不会就是在公司整段时间只有一个设计 所以应该是负数 his designs are very good 再来 I admire his brain power 这句有问题吗 好 这没有问题吗 I主持 admire 欣赏动词 his brain power 他的脑量 受词 很简单的句子 没有问题 再来 about his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ng is a problem 这句有问题吗 主持组是谁 有双重主持哦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ng 两个主持 所以动词应该是 负数 are 那你说 哎 怎么前面两个后面用a problem 这样可以吗 可以啦 两件事情加起来是一个问题 但这句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是主持 这个是动词 这个是补充说明 那请问about是什么 about 就是问题之所在 我觉得原文他应该想讲的是but 然而 当然你直接删掉也可以啦 下一个 he seems have a lot of frustration in communication with clients 这个部分有问题吗 有 问题在哪里 seems to have 看起来好像有 这个have是什么时态 看不出来 因为他本身没有时态 他应该是圆形 to have to加圆形 因为主要动词是seems嘛 看起来 这个就有时态啊 现在是啊 所以如果你看不出来have是什么时态 这大概就是问题所在的地方 那这边解决方式就是前面加一个to 然后下半 and is always be late for meetings 这部分有问题吗 我们来看主词就是he嘛 他沿用同样的主词 动词是is 然后b动词后面没有受词的 他就是后面补充说明 那请问就是这个b要怎么解释 我迟到了 I'm late 这边 he is late 那这个b动词好像就多了嘛 就是把b删掉 这个就是问题的地方 好 下一个 you know this is the high stress work 这部分有问题吗 这部分有问题吗 他前面没有提到高压工作 所以不用加the 我们不知道他在锁定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the就是有问题 那我们刚刚有看到work不可数 所以前面不用用耳来代换 直接删掉the就可以了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再把这篇看完 那个作业我等一下再收 给大家看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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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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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我们继续来看 You know this is high-stress work We can all understand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第一个的应该删掉 应该就是只有这个的,只有一个 就是那个的应该删掉 这一句还有问题吗? 英文句子,两个完整的英文句子要连起来 你不能光用一个斗点 一个斗点不够有力 所以,这一句是完整的吗? 主词,动词 省略一个that,就是名词几句 所以后面这个是他的授词 所以这句完整 后面这句完整吗? 主词,动词can't understand 算是完整 你不讲说可以理解什么,其实言之心之肚明 所以完整 前后句子都是完整句子 你不能光用一个斗点就连起来 要用斗点加连接词 and 或是用分号 或是用破折号 或是干脆拆开来写两个句子 基本上唯一错误的方式就是用一个斗点 然后什么都没有 这个是习惯用中文写作的人常犯的问题 中文就是以前国文老师常跟你说 不要斗点一斗到底 代表说可以 就是文法上没有问题 只是不好看而已 英文是文法上不行 完全句子跟完整句子之间 不能只用一个斗点连起来 至少要斗点加连接词 所以对等连接词有五种 and but or so forth 就是五种逻辑关系 和 差 折一 因为 所以 五种 所以五种关联 这边比较适合哪一个呢 你知道工作很高压 我们都理解 and 感觉比较好 我们也都理解 and 嘛 ok 好 所以and we can all understand how can i help him 这句有问题吗 好像没有问题吗 我可以如何帮他 算完整 I think this requires EQ and you have much EQ 这句有问题吗 EQ怎么数啊 是说很多EQ吗 好像不是嘛 好像不是嘛 应该是很高的EQ嘛 You have high EQ 另一方面EQ体质是可以数的 它的那个展开来的话 叫做quotient emotional quotient 是伤数 伤数是你有几个伤数就可以数 所以 所以 you have a high EQ 那另外还有一个小小问题 就是 这边应该有个that 我认为 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当受词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nyone information you can provide 这有问题吗 有吗 跟上一篇一样吗 any information anyone是人 anyone是人 所以anyone是任何人 任何资讯 用any就可以了 Kevin Fund Director Design Department KXG Media Specialist Company OK 好 所以这篇还有其他想问的吗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写作正题 请莫考要你们回应一篇email 所以呢 我想我应该稍微教一下商业书信怎么写 商业书信非常简单 你只要记得你要表达什么东西 讲出来就可以了 英文沟通的文件 基本上都是开门见三 没有不用太多前言 所以 不管你是主动写信 还是在回人家的信 人则都相通 先给一个称位 你好 然后呢 嗯 再来你要有一个小小的开头 如果 是你主动写信的话 你就要自我介绍 所以如果是我写的话 我第一句大概就是会这样写 我是谁 那如果你是回信的话 这一句可以神 对不对 因为人家知道你是谁 但是下一句还是要有 就是说 你 你为什么写信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写信给Tim这个人 是要提醒他 要在下周五之前 要绞交写作作业 那如果 你是回信的话 那前面已经有过一番沟通了吗 所以 这个时候通常会有 比如说 我在回应你的什么事情 这边query是询问性的意思 所以在这个脉络之下呢 假如Tim这个人 这个学生 之前写信问我 作业缴交期限 那我 回应他的第一段 我就会写说 一句话就可以了 就是我回信是要 我写信是在回应你之前 问我作业缴交期限的问题 好 所以这个就是 那个这封信的开门见山的重点 那 读者知道你为什么写信之后呢 你就可以详细的说明 下一段就是 你爱写多少写多少 不是啦 不要写太多 但是你需要写多少就写多少 好好说明一下这个状况 所以 譬如说 我稍微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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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稍微写一下 要游一点 你觉得要划算 我稍微写一下 他怎么评论 再要先订阅 我稍微写一下 那是 我 好 我分两段去写 中间这一段是在说明一般状况 下面这一段是在说明 特别针对收信人的这个状况 所以中间这一段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就是一个背景说明 所以开头等于是告诉读者这件事情 如你所知 这个就是背景说明 在提醒你 那你可能想说 人家都知道了 为什么要写呢 因为他 这意思是说他应该知道 但是也许忘记了 或是也许说明那天他跳课了或干嘛 所以他不一定知道 所以基于礼貌 虽然他应该已经知道 但还是提醒一下 我们是我们这门课每周五见面 那因为学生通常都很忙 所以我不想给他们很奇怪的缴调期限 因此我都会请你们在课堂上交作业 这是背景说明 每一个学生都适用 下一段就是特别针对收信人 你已经错过本周的缴调期限了 如果错过下一周的缴调期限 可能对你的平时成绩有负面影响 所以这个是他个人状况的说明 因此请务必在下一次 星期五上课的时候缴调作业 所以你们看到两段的说明 最后都是为了说明 一开始已经跟他讲过的重点 就是要下一周五缴调作业 或是人家写信问什么时候要交 那就是这边也是跟他讲 下一周五要交 这种格式的 为什么会长这个样子呢 就是说如果他下面都懂 那其实他或是他不care 那他只要看第一段 他就有得到他需要的资讯了 但是如果他想了解更多 他就可以继续读下去 写商业书信 这个不是商业吗 只是办公而已 那写商业书信也是 就是我们之前 就是比如说写信说 请你这个记得要在什么什么之前 要把什么资讯 或是什么商品寄给我们 然后接下来 说明说 当时是怎么讲的 然后 受到什么样的限制影响 必须要在这个时间点提供给我们 那一样嘛 说信员如果他都懂的话 或者是他不care的话 他只要知道 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就可以 但是如果他 看到这封信一头雾水 什么都不记得 或是刚好有人离职 他来接手 然后不知道前情提要 他就可以继续读下去 然后了解这个状况 好 然后呢 接下来这句话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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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是你展现人性的地方 虽然是商业书信或是办公书信 重点是办事 但是毕竟还是人与人的关系 所以你还是要加一句表达关怀 或是一个邀请继续沟通的一个就一句 有些人习惯写在前面 那我自己是习惯写在后面 这也可能是看两个人的关系 如果收信员你跟他比较熟的话 你可以先问候 然后再说事情 那这边老师跟学生的关系 尤其是提醒要绞交辞交作业 我自己觉得可能就是到后面问候也不错 所以希望这学期过得还不错 然后再来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随时可以提问 Annie是如果这个是我主动写信 就是看你有任何问题来提问 如果是回应人家的信 他已经提问了 所以如果你还有问题 欢迎提出 好 然后再来 要书名 结束 那如果你有正式的头衔的话 可以放在名字下面 所以 所以书名用什么字呢 商业上习惯用什么 regards 我写一下好了 是 kind regards regards这个字的意思是说 向你问候 向你就是致意 它的字根来自法文 它原本的意思是看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我看到你了 有看到你的存在这样子 向你致意 那 之前比较流行的是sincerely 但是现在好像有人会觉得 有点太僵硬 那如果你是英国人的话 或是如果你是我的话 你可以用chairs结尾 都可以啦 你可以上网找一些其他的 这有很多种啦 还有什么 yours啊 yours truly的啊 之类的 通常姓末的这种 庶民的 礼貌用语 西方的书信传统里面 会感情很丰富 所以像your truly 就是你真诚的什么朋友 或什么之类的 即便不是也会这样子写 或是如果你看 我们一开始 开头是用dear嘛 亲爱的 这个通常就是会特别强调 那个情感的层面 英文还好 法文更夸张 法文的那个 就是各种礼貌用语 都是文情并茂的 但其实你要记得 这都是惯例 你用一个稍微 情感丰富一点的字 不代表说 你跟这个人关系特别好 单纯真的是一个惯例而已 好 所以一般办公商业书信 大概这样写 有要提问吗 所以结构上就是先说 就打个招呼 然后如果是主动写信 说你是谁 如果不是主动写信 可以跳过 然后再说你为什么要 写这封信 为什么要回这封信 然后接下来一两段 说明一下前情提要 然后最后一段 稍微关心一下 人家进行一点人心沟通 然后庶民结束 好 大概知道怎么写之后呢 我们回到第31页 因为他有第二部分 这个人写了一篇文法 不行的信过去 然后人家回了 那可以想一想 人家回了这封信之后呢 原本写信的人 可以如何再回复 所以我们来看这封信 Dear Ms. Fang Regarding your message of November 13, 2000 所以回信嘛 我在回什么信 Please note that you will need to take the TECPT 没听过这东西 那是某一种测验 and score a minimum of 800 至少要八百分 It would be to your advantage to continue to study and improve your English 根本在骂人嘛 如果你继续语 就是去读 然后进步你的英文的话 对你比较好 根本就是骂人家英文太差 Please be advised 那这边 Please be advised that dormitory accommodations are available 所以商业书信 常常会有一些 惯用的融词罪字 Please be advised 就是请注意 那其实你不写也可以的 你可以说 regarding关于dormitories 就是你之前 问宿舍的问题 Dormitory accommodations are available 有宿舍给你住 We will discuss your salary at a later time 之后再谈薪水 你注意一下 他怎么回信的 人家去信的时候 问三个问题 对不对 考试 住宿 薪水 人家回应 虽然没有列点回应 但是还是按照 一样的顺序回应 考试 继续读英文 是跟考试相关 有宿舍可以住宿 然后薪水之后谈 所以 就是这个方小姐 如果读这封信 读下来 他就一一得到回复了 好 但是这封信还没结束 后面还有 Please advise us 就是请告诉我们 那因为接下来 这个是说话的人 这个是他主动提出问题 所以他有责任 把问题问清楚 他就有列点了 1. When you would like to apply 什么时候来申请 2. Which department you are interested in 你要申请哪个部门 3. 他这个写错了 应该是 Why we should Why we should choose you to work at our company instead of other applicants 为什么应该 让你来我们公司上买 而不是其他申请人 Best regards Adam S. Apple assistant personnel department Personnel是人资部 在旧称 现在叫做human resources 这本课本写的时候 还叫人事部 Personnel 好 所以 如果 你是方小姐 这封信 你要回的话 大概要怎么写 具体内容不重要 我现在在讨论 是书信格式 那首先 就跟这个 Apple回信一样 你回人家信 也要按照 同样的顺序 回答问题 要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这样子回 Dear Mr. Apple Thank you for your reply I will work hard to improve my English 下一段 I plan to apply around the end of December 譬如说 And I am hoping to work in the department in your department the department the personnel department I believe I would be the best candidate 候选人 because 然后后面加两句说明 就是自己的优点 然后下一段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如果不嫌麻烦的话 I will send you my application when it is ready I hope at that time you will give it careful consideration 希望到时候 你会仔细 评量 仔细考虑 然后结尾 Thank you again Kind regards 或是Best regards Chris 就这封信 就回应他的信 我就不会把名字全部写出来 因为我们已经算是在谈话了 所以就是 他知道我是哪一个Chris 我就直接用就是第一个名字 跟他讲 就是签名就可以了 庶名就可以了 所以回信的结构也是一样嘛 先是就是开头的部分 谢谢你提供这个资讯 然后我也会很努力 下一段是主要回答他问题的那一段 然后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回答问题 然后最后再提出说 因为如果你回信不是立刻要申请 那你就要稍微向未来看齐 你要给未来铺路 所以就是到时候申请的时候 再麻烦你了 类似这种概念 然后庶民 然后庶民 这样可以吗 就是商业书信结构都差不多这个样子的 好 好 然后 我们来看 我们回去好了 刚刚那是第几页 七十九页 不要好了 有点难 我们到六十三页 第五单元六十三页 这个就是我上一周 然后请你们回去写一封信的作业 就是这里 好 那我们今天 讲了一些文法概念 然后也讲了一些书信格式的概念 有写作业的同学 想请你们现在拿出来 然后根据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 再仔细看看你写的这个作业 可以怎么改会更好 然后直接改 可以是单字文法的修正 可以是结构重新调整 你甚至可以就是翻到背面或空白处 然后重新写一遍也可以 那没有写作业的同学 请现在就看着这个题材 然后想说要是你的话 你大概会怎么回信 你要从头写也可以 但不要求 如果上次没写的话 这次就是稍微考虑过后就可以 那如果你想写 然后想教让我改的话 也是可以 所以上周没来的同学 这个题目就是 你有学弟妹写信问你说 英文课要上台演讲 我好紧张 该怎么做 然后在这个情境之下呢 你本人已经出社会了 在上班了 然后你要回信 稍微给他一些建议 好 我给你们 九分钟 就是修改自己的作业 或者去想一想 这封信你会怎么写 然后我们下课前 稍微讨论一下 修改自己的文章特别困难 因为我们脑袋会常犯一个问题 我们在检查自己写什么的时候 常常习惯去检查说 我写的这个 是不是我当初想写的那样 但这样检查没有什么用的 因为基本上很大部分的人 这个连结不会有问题 你们除了就是 刚刚讲的 每看一遍只专注一个文法或品质概念 除此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思考要有 就是 你要检查说 我写的 有没有表达我想表达的 不是说 是不是我当初想写的 而是有没有真的去表达我想表达的 那如果你身边的同学愿意帮你的话 你也可以跟就是身边同学讨论看看 我们三十 不四十六分回来 做一个整体讨论 我但有一点不错 你能那个视频 最后词不寂寞 这我还有一点不错 我提醒你 哪有什么 我有一点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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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能找到 那有什么 我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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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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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说希望可以给一些建议 但是他真正的重心好像在这里 I'm very nervous Advice for not being so nervous 所以看样子他在问的不是怎么样给一场好的演讲 而是怎么样可以不要那么紧张 那当然这两件事情是有相关的啦 那那个写信的重点会稍微不一样 所以要是我的话我就会写说 Dear Joey Thank you for writing to ask my advice I'm very honored 很荣幸 First of all, relax Nothing will go wrong And if it does go wrong, your life will continue 这不是人生的重点,不要那么紧张 下一段 I have some tips for preparing to give a speech And I think that once you know what to do You may feel less nervous 然后下一段就是每一段给一个建议 这个就是按照课本给的建议或什么的 什么什么 你好题目啦,做研究啦,写大纲啊,就如此类的 因为每一个建议稍微写一段说明怎么做 然后为什么重要 它的功效在哪里 然后最后一段就是写说 But most importantly, remember that this is only one school presentation The worst that could happen 最差就是 The worst that could happen is that you get a bad grade But grades are only one small part of life Try not to put too much importance on this one speech 这个是最后一项建议 然后下一段就是 I hope everything goes well Let me know how it turned out 就是最后情况怎么样 跟我讲一声 然后下面庶名 Yours truly 然后你的名字 所以这会是我的写作策略 先安抚人心 然后再给具体建议 然后因为它重点是紧张 所以下面再安抚一遍 然后最后就是来个问候 最后情况怎么样 跟我讲一声啊 就是建立一下关系这样子 然后结束 你们也许会采取不一样的策略 但基本上只要重要的讯息 有出现就可以了 其他都只是稍微细节一点的事情 好 这样可以吗 有没有提问 好 那下礼拜我们主要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有交作业的同学 我改完之后 要把你们一个一个抓上来 跟你们就是讨论你们的就是性 那第二件事情呢 我们下礼拜来做一个 就是写作单元的小模拟考好了 不算分数啊 不要紧张 就是让你们练手感 期末考八十分钟 不只有写作的部分 所以我想一节课 五十分钟模拟考应该差不多吧 也许可能还有点 就是太宽松 但总之让你们练手感 所以下周我会带一些纸张 然后让你们稍微练练看 那我可能没办法帮你们 就是仔细批改 但至少可以让你们 知道题目大概长什么样子 然后练个手感嘛 知道大概在那个考试的氛围之下 你能够表现到什么程度 OK好 所以有交作业的同学 请交到这边来 然后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待会到另外一间教室见